每一次我覺得我很厲害的當下 那個moment市場就會給我 就狠狠的打一把掌 我只要覺得我好厲害 I'm the god of trading 馬上我就變成就會打起來 所以 be patient be patient be humble Yup be humble be patient yes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我要做訪問 今天也是再次繼續是老余的訪問 不知道大家上次結束之後 有沒有對大家有一些看法 對投機的朋友有沒有一些新的看法 或者老余本身他自己組合有沒有長線投資 他經常說投機 今天都和大家講的東西 那麼記住後期之前 給個like share和comment 歡迎大家來到第二部分的訪問 其實很多朋友也想知道的是 為什麼老余只是會用K線的呢 為什麼我這麼看重用K棒來做技術分析呢 因為我認為價格包含了全世界所有的一切 舉個例子 你身邊的鄰居想要用KD指標做交易 他根據KD指標他做出了買進或賣出的動作 你的老師他根據RSI做出買進賣出的動作 網路上一個網友根據一支股票的EPS做買進跟賣出的動作 無論你根據什麼原因你聽隔壁張山李氏的消息也好 到最後最後最後只會剩下兩個按鈕買跟賣 只剩這兩件事 所以當買的人多自然就下不去 買的人比賣的人更多 那自然就會上去 反過來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你說技術分析我倒不認為它是分析 反而K棒本身一點都不重要 它只是價格的走勢 你要去觀察的是K棒來到特定的位置發生什麼事 這樣就夠了 所以我把所有的雜訊都拿掉 只剩下很簡單的買跟賣 我看我觀察一下 很多人在買我就跟著買 很多人在賣那我就跟著賣 那我的交易計畫就可以出來了嘛對不對 我就可以有很多的時間去關注到我的內心 我的心情的平穩的程度 我對於這筆這一次的交易 我多在乎的程度 這些都是可以花心思去照顧的 而不是花很多很多的心思 在想要找到最佳的買點 最佳的賣點 沒有最佳的買點 沒有最佳的賣點 只有是不是符合你交易計畫的買點以及賣點 你或許有其他的指標 OK 但是記得 越簡單越好 你才能夠有更多的時間 去照顧你的內心 而不是一直照顧外界的世界 其實你比較喜歡投機 你剛剛也說過 你在這個方面的表現是好 其實你剛剛說過你在組合裡面 其實也有一些的比較長期的投資 比如說有沒有房地產投資還有什麼呢 其實你會考慮投資 可以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房地產我不懂 所以我沒有投資 因為我只投資我比較熟悉 我懂的東西 所以那個我不懂 所以我就在對我來講 我就是在股市 在Stock Market建立我的房地產 對 就是我的房地產就是慢慢的 大家是繳貸款 房貸繳到建商那邊去 那我是繳貸款 繳房貸放到股市裡去 我分享一下我做長線的想法 我的長線有分兩種長線 一種是我知道我在speculation 我知道我在賺價差而已 所以雖然是長線 但是我的最終目的還是要賺價差 它對我來講 那就不是saving 我就不是把我的錢放到股票裡面做存股 不是 那另外一種想法是 我事先就知道 我是要在股市裡面找一家好公司 趁它跌跌跌到低檔 跌不下去的時候 買下來就忘記它 買下來就忘記它 那對我來講這個是存股用的 那我不會在 我不會在股市長這樣子的時候 去買進它去存股 因為這個想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要的是跟公司成長 賺它每年的獲利 每年的分紅 這個才是我要的 那假設是賺價差的 我事先就知道說 例如說我現在手上我有特斯拉 那我特斯拉的股票是從 它分差以後的370塊 地方我開始吃 370、410、120 前一陣子在600塊的時候 我先出掉一些 後來回來我又接回來 我又把部位吃回來 那我特斯拉是做短線用 但是我的蘋果 我也有蘋果的股票 我在大概3月底4月那附近 我去吃了一大堆的Apple 所以比較長期間的話 你就要了解公司 還有陪它成長 但是短期間的時候 其實就是賺這個價差 就其實沒有必須要了解 它的公司的背後 但是你要了解你自己吧 我坦白的講 我做長期間其實我也不了解公司 I have no idea 我的想法很簡單 因為我所有的東西都是Apple 我身邊一大堆人都是用iPhone 我的想法就是很簡單 就是既然我都在用這些東西 它的品質我用起來的經驗是好的 那我就找一間這樣子的公司 我摸得到看得到 我知道它的好壞 那哪一天要是iPhone出來的 新的iPhone是很爛的iPhone 然後大家身邊的朋友都不要用了 那或許這間公司我就不要了 我就把我的部位清一清 換那一間 身邊的朋友都在用這個東西 那就找等它出現股災的時候 然後去買這個 賣進 對 對 所以其實如果在conclusion 如果在學習投機的朋友 其實你有什麼的意見 或者是忠告給他們 讓他們其實不像我們一樣 小走一些的願望路呢 要少走願望路你要放下 你想要一步登天的心態 你不需要很紮實的回頭去檢討你的 Trading plan 你的交易計劃 這個是所有交易的最根本 你要知道 我什麼時候 什麼情形下 我會做買進 那買進之後的風險在哪裡 這都要事先喔 在買進任何部位以前 之前 事先就要先想好 甚至你連未來 當他長到這邊 長到這邊 長到這邊 我要抱著嗎 還是我要走 包括這整個計劃 你要先想好 那這個動作 需要花很多時間來練習 你必須要練一件事情好了 練技術 也要練心態 因為我們的心很容易會亂掉 可能 For example 我只要跟我的太太 我老婆吵架 當天只要我們有吵架 晚上回家 我就是亂交易 然後可能才一個小時 就可以賠掉三千美金 我會把那個情緒 好像放在交易上面 就是你一直不甘願 不甘願 不死心 不認錯 所以第一個 忠告的是有耐心 第二個是 捨得認錯 越捨得認輸的人 越能夠在交易的市場 成為贏家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未來 下一秒鐘會發生什麼事 We don't know We can never know that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 Always be prepared 你要永遠去想 那個最壞的打算 你的風險在哪裡 所以慢慢來 然後照顧你的風險 那你說讓利潤奔馳 其實某個程度來講是對 但是也不能奔馳到無條件 你沒有出場計畫 賺上來卻又賠回去 好多人也都這樣子空歡喜一場 所以最後的忠告就是放慢腳步 所以很多人以為是 spectation就是 math 但是其實很多就是自己心裡 其實你不可能去 不限制這個的你自己的心裡的障礙 但是可以學習怎麼去跟他一起的成長 這個是比較關鍵的 什麼的高手 什麼的 怎麼有經驗的 其實也是會有不開心的一天啊 會是會有貪心的一天 這個是我剛剛開始的時候以為不會的 如果你 math是很厲害的 你 math厲害你就賺錢 其實不是 人的心裡就是要學習 怎麼跟自己去共傳是不是 每一次我覺得我很厲害的當下 那個moment 市場就會給我 就狠狠的打一巴掌 我只要覺得我好厲害 I'm the god of trading 馬上我就變成就被打下來 所以Be patient Be patient Be humble Be humble Be patient Yes 好那我都是跟Greg剛剛問那個問題差不多 那你覺得一個成功的教員員 具備大概最重要的是什麼的特徵 反省 反省 就是我們會知道自己哪邊做錯 我們會願意認錯 那我們發現自己錯了的第二步 就是要告訴自己 哎呀 這件事情很不對 我怎麼會讓我的資金冒這麼大的風險 我明天可不可以不要再犯同一個錯 那一天修正一個錯 一天一個 一天一個 慢慢慢慢你會發現你的交易 慢慢從大賠 變成只剩下小賠 那代表你已經進入一個對的 所以我覺得一個成功的交易員要隨時要看自己 我犯了什麼錯 啊我犯錯了 好 對 改 犯錯了 改 這樣子 對 我經常都是講 就是要Revise 那你的Strategy的好的時候 就是當然很好 但不好的時候你要Revise 你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是做對的東西吧 這個很多時候的 對對 是的 好謝謝 所以今天就非常謝謝老魚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大家記得就是老魚有個Facebook 就是老魚的金融遺跡 還有他的YouTube就是老魚 那其實我們看了老魚也一段的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就邀請他 他就說哎好啊 那下一次可能我們用英文去interview比較好 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透過今天的訪問 更加的明白投機是什麼 怎麼去控制這個Risk Management 還有記得有什麼的感受可以去留言 或者是有什麼去問老魚的時候呢 如果老魚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追加多一集吧 好吧 今天謝謝老魚 謝謝 謝謝 各位再見 拜拜 拜拜 一連兩集去訪問我們台灣第一個YouTuber的環節完成了 那接下來還有台灣YouTuber 還有一個是盲人的 那記得Stake with我們 我以為做訪問了 投資麻煩出來 下次見大家 拜拜 我教了十年的王牌課程 亦都有訓練研究部的全套核心課程 停辦了這麼久 終於第一次重啟了 今年度暫定只會加開一個循環 整套課程只是圍繞25招 Step by Set 和大家分享 如何做一個專業投資者和交易員 以下有一個三小時免費的分享簡介會 大家可以報名了解清楚 全球朋友亦都留心了 由於疫情問題 而且我們破天荒將會擺在線上無分國界供全球朋友 一起去聽聽入面的秘密和策略 僅僅只是這三小時的免費分享會 我都會首先交代我負債80萬到1億的股市 入面大家已經了解到三大技術的方向 第一就是獨家的牛熊市貝慈倫 百分之百避開三成以上的熊市 包括2020年經過的熊市週期 一個訊號令你懂得選行業 80%能夠輕鬆跑完指數 如果大家想做交易員的時候 我會教大家其中一招獨家爭取細線 亦都有短炒股票的期貨 如何倉位能夠在不夠一年 足足大升四倍的秘密 記住坐位有限 今年自開一個循環 你和你朋友一起都在線上 輕鬆、忌認真地增值自己 公開報名一個星期 已經接近去到伺服器的上限 如果大家看到連結報不到名 不用擔心 可能已經進入了waiting list 的環節 大家盡快報名吧 Jacky Sir 和古壇劉元德 破天方合作的 0至千萬加速器線上課程 終於面世了 之前預售兩小時已經受慶了 之後我們再加位 三天已經完全爆門了 今天隆重期待終於正式發售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0至千萬加速器 入電講到的秘訣包括REITS 短炒、美股組合、CFD等等 快點去看看他們的免費一小時 簡介加工作坊報名吧 喂 我們需要招聘戰友 我們團隊需要一個 part-time video editor 而我們首先會考慮 以報讀此論理論課程的同學 和對投資友誼成的朋友 大家記得下面的連結 send cv 來吧 今個星期還有很多其他的免費線上分享會 全球朋友都是參加的 還未訂閱富翁電視MTTV 快點去訂閱啦 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